今年5月,大陆出现大规模的速将行动 控告前党魁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人数急速攀升 光是在最近一周之内就增加了2万人 两个月内累计已经超过4万人 据法轮大法明慧网7月4号消息 6月26号至7月2号一周内 又有20,644位法轮功学员及亲属 向中共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控告起诉江泽民 从5月到7月初的两个月内 明慧网已受到4万3404人控告江泽民的 刑事控告状和字数状副本 此外还有来自全世界近19个国家的 近400名法轮功学员 也向中国最高司法部门投递了诉江状 他们中绝大部分是因不堪忍受迫害 而被迫流亡海外的 河北省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米小征 原是重庆建筑大学95级的一名高材生 因为信仰法轮功 成绩优异的他失去了令人羡慕的学业 在此后的日子里 米小征又经历了6次非法关押 两度流离失所 其间遭受了酷刑、毒打、侮辱、骚扰 强制洗脑等令人难以承受的迫害 一度造成他听力下降甚至流产 尤其是河井的性骚扰 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2000年末 米小征到天安门广场请愿 被抓到北京前门派出所 遭到了恶警马曾勇的残酷折磨 打耳光不知道打了多少 把我按跪着 骑在我身上 抓着头发往地上磕 最后都出血了 我要是喊就用脏布堵我的嘴 他还把脚往我那个嘴里伸 在身上乱摸 捧着我脸耍流氓 他也强行地把我往床上拖 我拼命抵制他才没让他得逞 好多折磨 想起来太难受了 他下流了根本说不出口 对了他还说 打死了你算自杀 把你装到麻袋里拉出去埋了 也没人知道 今年6月30号 被迫流亡美国的米小征 从纽约市向中共最高检察院 和最高法院寄出了 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 以自己14年的亲身经历 控诉江泽民及中共 对法轮功学员的流氓事迫害 我是我们家族里头第一个大学生 亲人对我期望特别高 可是江泽民制造的这个迫害 就断送了我的血液 还有事业 家人一直陪我担惊手怕的 我父亲心脏做了两个支架 母亲也是很弱多病 我本来应该在他们身边孝敬他们 可是现在远隔重养啊 但是我的父母却特别欣慰 即使亲人离散也好过我再次被抓 那种眼睁睁看着我被迫害 泪往心里流啊 那种痛苦他们实在是不愿意再承受了 米小征说 江泽民制造出来的伤痛 已经超越了一般事件的痛苦 小征说